今天涛哥给大家带来的是英国恐怖电影《零号犯人》 故事开始 我们的女主曾经是一名特种兵 退役以后 她给参议员唐娜一家当保镖 然而忽然有一天 唐娜一家三口惨死家中 女主作为重大嫌疑人 被法院判处了死刑 被关押在了圣伦纳德国家监狱等待执行 这是一所远离陆地的孤岛监狱 一共关押着一千多号犯人 其中有不少都是死刑犯 女主一来就被送到了博士哥这里 博士哥是一名医生 他直接了当地问女主 愿不愿意参加一项医学实验 参加这个实验可以让女主免除死刑 而女主坚称自己无罪 也不想参加什么狗屁实验 起身就要离开 这时一只乌鸦突然撞破了审讯室的玻璃 掉到了地上浑身抽搐 奄奄一息 听到动静的看守胡子哥和光头男跑了进来 胡子哥好奇的去摸了一下 结果被乌鸦啄了一下手 光头男赶紧上去踩死了乌鸦 把他扔到了外面 接着他们就把女主押往了监牢 由于女主对光头男 盛气凌人的样子很不屑 因此光头男公报私仇 将女主和一个残暴的女变态 关在了一起 而女变态毫无征兆地袭击了女主 虽然女主反应及时 很快将女变态打晕 但自己的脚也不小心被女变态用尖锐的物品刺伤 而胡子哥是个心地善良的警察 他赶忙把女主送到了监狱诊所 然而这里比起监牢 也好不到哪里去 这里的医生根本就不管病人的死活 很多犯人送到这里时 已经是濒临死亡 脸上身上的蟑螂爬来爬去 也没有人管 特别是胖医生 看到女主受伤 连麻药也不打 直接用很粗的针线缝合伤口 而女主也只能是硬扛着 这时狱警又带来一个男人 这个男人全身抽搐 含大口大口的吐血 明显感觉是得了某种传染病 这种类似于丧尸的症状 在很多恐怖片里都可以看到 我们也不卖关子 这就是某种丧尸病毒 接着男人被绑在了床上 拼命地挣扎嚎叫 一直持续到了深夜 这时女主听到那个男人没了动静 以为他死了 于是起身去查看 结果发现这个男的变成了丧尸 正在对着女变态的脖子啃食 女主吓得刚要尖叫 胡子哥赶忙跑了过来 捂住了女主的嘴 然后推着他的病床 小心翼翼地往门口走去 结果快要出门时 还是被丧尸男给发现 幸亏胡子哥眼几手快 及时地关上了门 同时拉响了警报 监狱里的其他女犯人 听到警报声都一个个地扫动了起来 所有的狱警也赶紧出动 端着枪维持秩序 与此同时 监狱里的大姐大黑姐走了过来 和围首的警察光头男对峙 忽然光头男的身后传来了一声怪叫 光头男紧张过度 回身就是一枪 结果把自己的一个同事给打死了 然而紧接着 这个同事又从地上爬了起来 朝着众人扑了过来 与此同时 其他监狱的门忽然打开 从那里跑来了很多 已经变成丧尸的囚犯 他们是见人就扑 见人就咬 很多狱警都被咬死 女主和黑姐捡起了狱警掉落的枪支 边打边退 其他的女囚犯和狱警 也一起跟着逃离 然后躲进了监狱的厨房 将门给反锁 此时躲在厨房的 有女主 黑姐 光头男 胡子哥 娘炮哥 等十几个人 在这里咱们就不一个个的点名了 反正最后的结果 大家也都猜得到 盒饭那叫一个香 接着黑姐先一斧子 就看下了便衣厨师的头 算是完成了首杀 然后路人女出来反对 要另立山头 结果果断的被栅栏外的丧尸 请吃了盒饭 另一边 监狱长躲在办公室 吓得瑟瑟发抖 只能盯着监视器 看着外面恐怖的景象 没有丝毫的办法 这时 女主几人从失手的厨房 闯进了这里 结果看到监狱长桌子上 摆着人体病毒实验计划 以及所有囚犯的档案资料 大家一下就明白了 这丧尸是哪来的 但现在追究谁的责任 也没有意义 关键是得逃出去 随后监狱长无奈的说道 这里没有手机信号 想要联系外界 只能拨打卫星电话 可卫星电话 又放在离这很远的 行刑室的旁边 女主赶忙通过监控看路线 结果发现了 将要被丧尸围攻的博士哥 赶忙冲过去 将他给救了回来 女主黑解博士哥 和监狱长聚在一起商量对策 不料胡子哥 此时却发生了变异 原来那只死掉的乌鸦 身上也带着这种病毒 看着自己救命恩人即将失变 女主是心如刀脚 但也没有办法 只能是结果了他 这时 大家听到外面的动静 似乎是安静了一些 正是去往行刑室的好时候 但这时 监控里却显示 有几个幸存者 正在被丧尸给追赶 监狱长在其中 发现了自己的姐姐 要求女主必须放姐姐进来 不然自己就不打求救电话 女主也只好答应 谁知道门刚开一道份 上百个丧尸就涌了进来 根本就看不到幸存者 女主和博士哥 只好拼命的往回逃 在半路上 还发现了幸存者 漂亮姐和莲花妹 并一道的给带了回来 黑姐看到莲花妹 是特别的激动 原来这是她的洋女 专程上岛来探视 结果却被困在了这里 大家最终又聚集在了 监狱长的办公室 开始了相互埋怨的模式 本来刚才冲到 行刑时的难度很小 结果非要去开大门 现在搞得外面全是丧尸 现在又该咋办 这时监狱长的姐姐 突然冲进了办公室 原来她已经被咬成了丧尸 女主正要抱头 监狱长赶忙求情 说自己会控制好姐姐 求女主饶姐姐一命 自己无论如何 也会帮忙打通求救电话 然而通往行刑时 只有这一条路 大家冲了几次都失败了 而且伤亡已经过半 这时预警光头哥 想到了一个损招 他将同事黑哥给电晕 然后砍成了尸块 扔给了丧尸 想趁这个功夫冲过去 眼看丧尸很快就吃完 光头哥又想牺牲其他的人 结果大家齐心协力的淡掉了他 又是一番折腾后 只剩下女主 黑姐 莲花妹 博士哥 监狱长 以及她的丧尸姐姐 到达了行刑时 然而监狱长拨通电话后 却说这里发生了骚乱 派飞机炸平这里 说完就主动让姐姐咬了自己 女主等人是一脸的懵逼 这是什么扫操作 监狱长刚要继续说什么 结果被博士哥一枪给打死 似乎是担心 暴露什么不可告人的秘密 这里我们也不买关子 其实这幕后黑手 就是女主曾经的雇主 参议员唐纳 原来唐纳一直利用手中的职权 勾结军方 用此求研制能使人 返老还童的药剂 而药剂的研究初步比较成功 而唐纳就迫不及待的给自己注射了 结果产生了变异 唐纳狂性大发 杀死了自己的妻儿 女主不明白唐纳怎么了 为了她不再杀人 就一枪结果了唐纳 由于这件事涉及的人太多 监狱长博士哥都是棋子而已 话不多说 必须赶在诈评这里之前跑到外面 又是一番折腾后 博士哥黑姐莲花美 依次领了盒饭 而过程呢 我们就不描述了 反正挺奇葩的 比如博士哥没有死在丧尸的口中 而是死在了莲花美走火的枪下 而黑姐看到莲花美被丧尸给咬了 于是绝望的抱着她 坐在电翼上垫死了 总之呢 最终只有女主得救了 被军队接上了直升飞机 但影片的最后 女主乘坐的飞机 被莫名袭来的导弹击中 女主生死未捕 故事到此结束 一部比较平庸的丧尸片 说实话 这类影片发展到现在 确实是搞不出什么新花样了 丧尸只是作为背景版的存在 动不动就上升到人性的高度来讨论 确实是有点乏味啊 好了 今天的电影解说就到这里 喜欢的小伙伴 记得给涛哥点赞和转发 如果你有想看的电影 也可以在评论区告诉涛哥 最后当然也别忘了点个关注 涛哥每天为你解说一部恐怖电影